愿做清官仪式,不为后背蒙羞 大家好 欢迎来到《遇见汉语之》 公案故事《龙图公案》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 名为《绣邪埋泥》 话说,距离开封府四十五里处 有个地方叫晋江 那里住着一位富有的商人 名叫王三郎 王三郎走南闯北做生意 后来还娶了个美丽贤惠的妻子朱娟 两人恩爱有加 一天,王三郎与妻子商量 想要再次去外地做生意 朱娟劝他不要去 王三郎便听从妻子的建议 只在附近做些生意 住在王三郎夫妇家对门的李斌 原本曾是府里的官吏 后来,他因为犯事被革了职 李斌性格刁钻毒辣 贪恋美色 他见朱娟貌美 心生歹念 想与他私通 却屡次未能得逞 一天清晨 李斌看到王三郎出门去了 便精心打扮了一番 随后走进王家 李斌刚一进院门就喊道 王三郎在家吗 朱娟刚刚起床 听到有人叫门 便问道 是谁要找三郎啊 他今天清晨就到庄上去了 李斌又走进屋内 对朱娟说 我有事情想要对王兄说 不知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朱娟见来人是邻居李斌 便说道 他刚刚出门 晚上才会回来 这时李斌见到朱娟还没有整理好头发 也未施粉黛 却别有一番魅力 顿时色心大动 他抓住了朱娟的手 说 嫂子您请坐 既然兄长没有在家 那我就将事情告诉你 请你今晚转告给兄长 朱娟见李斌抓他的手 知道他意图不轨 便怒斥道 你是个堂堂的男子 却不知男女有别 大白天地来调戏别人家的妻子 都不如个畜生 说完 朱娟便进屋去 不再理会李斌 李斌羞愧难当 回到家后寻思着 如果今晚 王三郎回来了 他妻子必定会把今天的事 告诉给他 那我们两家 岂不是会结下深仇 不如干脆杀了朱娟 一方面可以防止他乱说话 另一方面还可以泄愤 于是 李斌就拿了一把利刃 再次来到王家 他看到朱娟正以着栏杆 若有所思 便怒道 你还认识我李斌吗 朱娟转头见李斌又来了 大骂道 你这奸贼 还不快滚出去 李斌哪容他多说 立刻抽出利刃 刺入了朱娟的咽喉 朱娟当场倒地 鲜血四溅 可怜这么个美丽的女子 就这样香消玉允了 李斌对朱娟依然眷恋 便将他的鞋子脱下来带走了 他离开王家后 就把刀和鞋埋在了 晋江附近的一座亭子旁边 朱娟的表弟朱念六 常去各地旅行 正巧这一天 他乘的船停靠在晋江江口 朱念六想上岸去看望姐姐 天刚黑 他来到朱家 喊了几声 却没人回应 他转过栏杆 静自走到房门前 见屋内没有灯火 遗憾地离开了 朱念六回到船上 感觉脚下的鞋都湿了 也没有细看 就将鞋拿去烘干 那天夜里 王三郎回家时 换妻子却得不到回应 他来到厨房点亮灯火 这才发现房中没有落索 大感疑惑 王三郎提着灯 四下寻找妻子 却见到一具尸体 倒在栏杆附近的地上 低头一看 血流满地 再仔细咽看 发现那尸体 竟是自己的妻子朱涓 而她的脚上却没有鞋子 王三郎抱起妻子 发现他咽喉下被刺了一刀 大哭道 是谁杀了我妻子啊 第二天 邻居们听说了这个消息 也纷纷来到王家 发现朱涓的确被谋杀了 可却没人知道凶手是谁 有人建议说 我建门外有条血迹 我们可以沿着血迹寻找 或许能找到凶手 王三郎听从建议 召集了十数位邻居 沿血迹寻找 结果 血迹一直延伸到了朱涓六的船上 王三郎上船 一把抓住朱涓六 骂道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杀我妻子啊 朱涓六一听大惊 不知该如何辩解 还被邻居们合力乱打了一顿 捆到王家 随后 他便被押送到了开封府 包公审问邻居证人 众人都说是朱涓六 杀害了他的堂姐朱涓 血迹也确实到他船上 才消失 包公又问朱涓六事情的经过 朱涓六哭诉道 王三郎是我的堂姐夫 昨天傍晚我到他家 却因他家中无人就离开了 至于我的鞋上 为什么会有血迹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听了众人的叙述 包公思索 如果说是朱涓六杀了人 他为什么还要带走朱涓的鞋子 证人们搜索过那艘船 既没见到鞋子 也没找到凶器 更何况 朱涓六并没有强有力的杀人动机 由此看来 此案仍有一点 想到这里 包公先将朱涓六肩进了起来 又想出遗迹 他让衙役发出公告 上面写着 王三郎妻子朱涓 被人杀害 鞋子遗失 王三郎思念妻子 希望找到鞋子 可以赌物私人 如有人能找到鞋子交给衙门 必有重赏 可是 告示贴出一个月了 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一天 李宾正偷偷地在村里的一个 美妇人家的客店里喝酒 两人之间关系暧昧 李宾喝得面红耳热之际 就对那妇人说 看你对我这么好 我要给你一大笔银子作为奖赏 那美妇人听她这么说 便笑道 你常来我家 可我什么时候用过你 哪怕一分钱呢 还说要给我一大笔银子 你可别哄骗我呀 李宾说 若我能拿到衙门的赏钱 我再来你家喝酒 到那时再好好报答你 美妇人问其缘由 李宾说 那天 王三郎的妻子被人杀死 朱念六也因此案 被关进了监狱等死 上个月 包大人贴出告示 说如果谁能捡到朱涓的鞋 必得重赏 我知道那只袖鞋的下落 我现在告诉你 明日你就让你丈夫 拿去衙门陵上 美妇人问 你是怎么知道 那只鞋在哪里的 李宾说 前几天我在江口 看见浸江边的亭子旁 有奇怪的东西 走进戏看 是一双妇人的绣鞋 和一把刀 这些东西用泥土掩盖着 想必就是那个被害的妇人的鞋 美妇人不信 李宾走后 她便悄悄将此事 告诉给了自己的丈夫 第二天 美妇人的丈夫 一沿到江口的亭边 挖开了一处 心翻动过的泥土 果然发现了一双绣鞋 和一把刀 便急忙带回家 给妻子看 美妇人大喜 证实李宾所言不假 她又让丈夫 立刻带着这些东西 去开封府建包公 包公问 你是如何找到 这些东西的 美妇人的丈夫 不敢隐瞒 如实说是妻子告知她的 包公暗自猜想 这人的妻子 必定与案件有关 就笑着对村民说 给你赏钱 你回去吧 于是 她命库官给了那人 五十罐赏钱 美妇人的丈夫得了钱 败谢离去 包公又叫来张 赵两位捕快 秘密吩咐道 按那人所说 她并不知情 但她的妻子 却知道 可她的妻子 却没有犯案动机 我猜 这人的妻子 一定与其他人 有来往 得知此事后 才告知于她 你二人偷偷 跟着那村夫 调查她妻子 是否与他人来往 如果你们见到 有其他人 进出那村夫家 立刻抓了 押戒到衙门 于是 不快领命而去 美妇人的丈夫 得了赏钱 欣然回家 告诉妻子 领赏钱的事 妻子高兴地说 这件事 我是从礼宾那里 听说来的 既然我们得了赏钱 自然有礼宾的功劳 你把她请来 我们也分给她一份 村夫也赞同了 妻子的提议 便去请礼宾 美妇人见到礼宾 满脸笑容 月发奉承 邀请她入房中坐定 还准备了韭菜款贷 三人共席而引 美妇人对礼宾说 多亏了你 我与丈夫 才能得到赏钱 我们不敢存私 愿意拿出来 与你共享 礼宾笑着说 我那份 一部分就当作酒钱 另一部分就作为日后 我酒醉时住店的钱吧 美妇人听了 大笑起来 就在此时 两名捕快突然闯入 将礼宾和美妇人 一并捉住 压戒到衙门 并向包公讲述了 刚才美妇人 与礼宾在酒席宴间说的话 包公问妇人 你怎么会知道 被害人的邪埋在哪里 妇人惊恐 哪敢隐瞒 直言说是 礼宾告诉她的 包公又审问礼宾 礼宾起初不肯承认 但却也说不出 是如何知道 邪子与凶器的位置 包公盛怒 对她言行拷打 礼宾受不住刑罚 又找不到借口 只得供出了谋杀朱娟的真相 包公在审问妇人 为何会与礼宾来往 妇人无法抵赖 也承认了她与礼宾通奸一事 此案就此告破 包公将案情写成文书 判处礼宾死刑 还将每妇人 发配到了边缘之地 朱念六的冤屈 终于得以昭雪 凡是听说此案的人 也都觉得畅快 好 今天的公案故事 秀贤埋尼 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就请点赞并订阅吧 也请您多多评论及分享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